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謝謝各位女士先生們到此 謝謝你們 每次我們有發表的時候 都成本你們的幫忙相助 所以說是我們的那個Event 進行得非常順利 我們再次向各位致謝 這是我們來這邊的目的 就是說最主要的話題就是 5月7號,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抑診 這個抑診就是,第一個就是要做牙科的抑診 就是一些牙醫師,我們有非常完整的設備 來這邊服務大家 從星期天一點開始 所以說,你們有一些朋友 有一些想要在這邊做牙齒的檢查 還是做洗牙的 還有一些其他的牙科的資訊 你就可以來 這個不管你是什麼insurance 我們在這邊都沒有charge 所以說你們都可以來,我們盡量會給你們回答 第二個呢,我們這邊還有做一個CPR的 course 什麼叫做CPR呢 就是心肺復蘇手術 那個 的那個手術 這個說,叫你們在一個患者 還有你的親戚朋友呢 如果有忽然間就心肌梗塞 倒在地上的時候 沒有辦法呼吸或是沒有辦法心跳的時候 我們會叫你怎麼樣的去做解救方法 我想這個對每一個大家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尤其你們在家裡 如果有親朋好友忽然間發生 如果你有這種知識本能的話 你就可以向他們做個CPR 這個心肺復蘇的那個那個所需這樣子 他們就可以有時候在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 就可以有一些緩衝的時間 然後你把它送到醫院的時候 就可以完全的來拯救 如果你沒有經過這樣子的話 你就浪費掉二十個 二十個至三十個percent的機會 所以說,而且這個心肺復蘇的那個課程呢 也是完全免費 這位老師是非常嚴謹的 他足足交了五個鐘頭 是每一個步驟,每一個步驟都是給你們知道 如果你們這樣子上完 我們也不會給你們責任 不過有些人想拿一個證書 說我今天上課,我要一個證書啊 對不對,以後如果去朋友的家 也可以秀他們說 我有一個證書 可以做這些那個 這些那個心肺復蘇的那個過程 所以說你要這個certificate的話 就是一張就是要二十七塊錢 這個是一年有效的 是這樣子 所以說 還有我們在一月十二十月一號的話 我們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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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A 就是北美男教育醫師學會呢 有一個那個年會 年會我們要發表這個scholarship scholarship就是說 我們每年就選五位 現在是五位 現在變成三位了 因為我們那個scholarship的那個錢 要給他們多一點 所以我們選三位 那個管政 對這個我們的醫學 對台灣社會有貢獻的人 我們就這樣子把他們選出來 每年都 當然每年報名的時候是非常踴躍 而且我們篩選的也是非常嚴謹 所以說今年我們要取三位 一名的那個獎學金是 兩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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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前是一千塊 現在提升到兩千塊 所以說希望能夠 覺得你有資格的話 或是被推薦的話 就把它推薦書 還有資格書 就送到我們這個NAMA的那個住址來 我們就會這樣子來篩選 好這樣子我們下面就請我們的那個董事長 那個NAMA的那個基金的董事長 來做徐振雄醫師來做一些更加強的討論 謝謝 謝謝大家 多時間 每一年 每一次 我們的 記者會 你們都很踴躍 來幫我們推動我們的 這個 業務 我先介紹 我們這幾位 就是 NAMA的重要幹部 當然 旁邊這位 在這最出名 財務會館董事長 林榮松醫師 當然要負責很多 在NAMA也是重要的工程之一 旁邊這個是我們 南加州 NAMA基金會的財務長 邱俊賢醫師 他是外科醫師 他是那個 我們摩訣事務的主角 那 右邊這個是 林福田醫師 牙科醫師 他是 我們NAMA最開始 疫情團的 主要 召集人 現在是 NAMA基金會的 秘書長 那 右邊是 財務長 今天我們幹部 都知識 財務 他是專門 那個分會 還有總會的財務 他是 陳行武 也是牙醫師 我們NAMA一直強調 一整一整 所以就 自動那個 團隊 一開始是牙醫師 興起 可是現在我們醫科 做了很多的外科手勢 我們覺得很榮幸 與我們專業的知識 做這些服務 我們社區服務 落後地區 為台灣做一些醫療服務 我們覺得很榮幸 所以 現在 這一次 特別強調是兩個事情 第一個 就是剛才 邱醫師講的 5月7號 就是這個禮拜天 牙科疫情 就是清洗牙手 我們團隊 都是最爭強的 疫情團隊 設備也是一流的 超音波 和我們一般診所 即使是一樣 為什麼要設這個服務呢 因為我們都響應 我們台灣傳統中 台灣會館 去鼓勵這些社團 做一些有意義的活動 那我們已經辦了 我看了 差不多7年 7年有了 每一次我們都響應這個活動 因為我想 大家很多有理性 可是有一些還是沒有理性 尤其媒體們 這些服務人員 我反而希望 有機會來 我們幫你們清洗牙齒 服務 去年就有兩位媒體的人 他們就特別來 好 我們都特別發精神 願意平時為大家服務 可能沒有隱形 有時候要約時間 外面有時候很難約 所以我們很願意 為你們這些服務人員 做清洗牙齒 還有豬型 你們的牙齒問題 可以給你一個很好的豬型 這是第一件的 我們要做的事 那第二件就是 我們又開始要設獎學金 NAMA scholarship 已經今年進入第十年了 也是我們基金會創立的 因為我們覺得 我覺得這是 我們這一代 你看 我們NAMA已經幾年了 三十四年了 可能比你們這個年紀還長吧 還有年輕的 三十四年 你想一想 三十四年那一代的人 真的是慢慢老化 已經都退休 已經有一些也不在我們這邊 所以那時候我們設想 應該培養第二代 所以我們設這個 scholarship 就是專門為培養 我們NAMA醫師和台美營的醫師們 還有這個 Health Profession 就是關聯醫學方面的 各科人才 讓他拿獎學金 鼓勵他們 多自動我們這個社團 以後 會幫忙 回饋我們 這中間 很有趣 你看 第一代 第一屆的一個 得獎人 就是Rita Trump 真的為社區做了很多事情 他也是NAMA理事 也是公民協會理事 也是牙醫生協會理事 這我們目的就是要培養第二代 那還有 因為社團外面已經很多獎學金 有勤安獎學金 有什麼各種高中獎學金 因為我們經費有限 就是Limit 我們臺美的 就是培養目的 我們的經費從何來呢 其實你看 我們這些都是committee 我們有一個南加州committee 就是委員 差不多有11位 每年固定 要至少兼1000塊 3000塊 5000塊 都是我們自己人在籌籌 當然有一些社團 有些人士也幫忙 donation 可是 還是因為外面真的很多 這個 要慈善的事情 所以 我們不強求他們 當然 媒體能幫我們多多報導 我們也希望 多一些資源 可以多做一些事 那獎學金的申請 我上面有一個表 都很清楚 今年是三位 每一位是2000塊 那 他的條件就是台美人 不管你怎樣 可能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 台美人也沒關係 因為越來現在 我們好像婚姻比較 比較mix 所以你有一半 或者四分之一 台美人也可以申請 那 剛才就是講到 我們這個基金類很有趣 這中間 已經十年 培養一對夫婦 因為在那個 互相都是獎學金得獎的人 中間 認識了 就變成夫婦 所以 我們都很高興 有 一個在社團 很活躍的 得獎者 還有一對夫婦 所以 大家都覺得 還有 這個 毅力 抑制 繼續辦下去 當然 醜款 也是一件 當然很頭痛 可是我們大家很願意 今年已經開始報名了 很簡單 天表 年輕人都很簡單 為什麼我們要向媒體報道呢 當然第二代可能不會看中文 可是我覺得很多都第一代的人 看到這個資料 會鼓勵他的子女 醫師們超一半都 第二代都很多醫師 你看這邊 這個都是底下好像都有 女兒或兒子都是醫師 所以給第一代人小的這個news 他們會鼓勵 那第二代的人來申請 他們只要用心幾個小時都弄好了 你知道林董事長 他兒子拿過獎學金 我們不期望馬上回饋我們 我們那個醫師會 因為真的很忙 事業醫師會很忙 可是至少撥下總治 大家曉得是會 他以後 有時間 會來回饋 這是我們的動作 這是一個希望以後回饋 才能把我們的這個棒接下去 好 那我們再請這一次 我們這個 五月七號 這個洗牙的 這個 女會洗牙的 這個節目 你看 陳新武醫師 他就很恰實際的運作 好 首先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來今天幫我們報導這些事情 我們 那麼一診 每年都會辦一個這個洗牙 跟那個檢查 還有牙科的服務 為什麼我們每年都要辦 因為 大家知道牙科的部分 是希望大家能夠經常維持這個牙齒很乾淨 然後 每年都經過洗牙 他就減少很多問題 因為很多問題後來發生的都是因為牙齒沒有能夠保持得非常乾淨 那一般 我們知道假如你有保險的話 他會offer你每年兩次的洗牙 但是 現在因為很多人都沒有辦法拿到牙科的保險 然後我們就經過這個抑診 希望每年至少幫需要洗牙的人洗一次牙 然後 大家知道很多的問題 比如說蛀牙啦 牙周炎啦 他的原因就是因為有些地方沒有辦法清到 因為雖然我們每天在洗牙 但是有些地方還是刷不到 那清不到的地方 我們就經過洗牙這個步驟幫大家清得很乾淨 然後在洗牙的過程 我們也會每一個牙齒都檢查過一遍 然後跟大家建議哪個地方需要預防 比如說哪個地方可能會蛀牙的 因為那個地方開始有點變色或怎麼樣 或者是洗牙的時候哪個地方會有流血 或者是牙齦腫脹 那我們就告訴大家說 哪個地方刷牙的時候要特別仔細一點 或者是那個地方再刷清潔一點 因為你花同樣的時間 但是你要是刷到需要刷的地方 那效果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是透過這個牙科檢查 牙跟洗牙 告訴大家怎麼樣預防牙齒 那你花同樣的時間 但是你做到的工作呢 達到兩倍的效果 三倍的效果 這樣子 那那天我們還會贈送牙刷 還有牙線等等 然後可能也會教大家怎麼樣洗 刷牙 然後刷的效率很高 通牙的時間 但是你都刷到會有問題的地方 這樣 我強調喔 需要 appointment 消費時間 可是媒體們你就要想 就是台灣會管電話 講我是媒體人給你優先 去年有兩位 我忘了是 因為我們覺得你時間比較難安排嘛 對對 給你優先 那個會管的電話 先去看 有 上面有 上面有 就是雜販 所以你只要講喔 我們是媒體人的好 對 那我們也 因為你時間比較難 因為很多都 他們就等著無所謂 有些人說 我會擔心說這個有沒有衛生 其實他們的儀器完全都是 有消毒的 而且每一次 對每一個patient 不論你什麼是 什麼樣的patient 什麼樣的病人 他是用全新的 有消毒過的 都給你做 所以說大家都不用擔心這一點 洗牙是一個很平常 非常簡單的一個動作 但是其實剛剛陳醫師有提到 這個是對牙周病的 預防治療的很重要 而且那個我們 醫生教你們 怎麼樣是一個正常的刷牙方式 也很重要 要不然有的人不知道就橫著刷 那不僅僅把牙癮弄退收 然後把牙根暴露 同時又把髮廊紙磨掉 那接下去就會有牙齒鬆動 造成很多的問題 那我們 那麼在中美洲 做了很多國際醫診 十多年 但是我們在local 利用這個傳統洲 也做了十幾年了 所以當然這一塊 我們也要為我們的鄉親朋友 提供服務 跟照顧 那我們現在就請我們的那個 林董事長來講一句話 因為我們這些活動 都是配合我們這次的台灣傳統洲 來進行的 沒有他們的支持 我們有沒有辦法做這些活動 感謝醫師協會 他們當醫生 把那個賺錢的時間拿來 給社區服務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難能可貴 那 也是給我們下一代的 從事 我們第二代堂毒醫師 毒醫師 牙醫師滿多的 也是給他們一個典範來 follow 我們恭喜 恭喜他們 這麼多人做了這麼成功 謝謝